演员李善军于12月27日离开人世 享年48岁 让演艺圈充满了哀悼的氛围 29日是李善军的出病日 由尚未成年的大儿子举住一项 穿住丧服的妻子田慧正悲痛的低声哭泣 现场还有许多艺人 也都来送李善军最后一程 场面让人看了十分心酸啊 29日中午 在首尔中路区首尔大学医院殡仪馆 举行了李善军的出病仪式 24年来一直给粉丝们带来感动和欢笑的已故演员李善军 在家人和同事们的最后送别中进入了永远的安息 李善军与田慧正在国外读书的两个儿子都回国了 出病仪式结束后 上初中的大儿子拿着笑容满面的故人一向离开了葬礼现场 田慧正握住小儿子的手 流着眼泪紧随其后 遗鼠们带住婉惜和悲伤交织的表情注视住故人的最后一程 生前与李善军关系密切的同僚演员们也守在故人的身边 李盛明 柳成龙 赵振雄 薛景球 朴承雄 孔小镇 刘海珍 金东旭 金南吉 郑宇盛 都来到了现场 从现场影片中 可以看到座位李善军遗孀的田慧正抽气的模样 还有小小年纪就拿祝福亲一向的大儿子 真的太让人心痛了 李善军离世后 半个演艺圈的人都来悼念了 多位艺人也在SNS上晒出于李善军的合照缅怀 让人不胜唏嘘 李善军因涉毒嫌疑被调查以来 先后三次在警局前接受媒体拍照和采访质问 曾对律师表示出席警局很有负担 希望不公开传唤 但始终莫能获得警方同意 李善军今年10月28日 11月4日 12月23日 共三次来到仁川警察厅接受调查 每一次都有大批记者在现场等候 李善军也每一次都接受拍照和采访 鞠躬道歉 据联合新闻 李善军曾申请第三次调查 以非公开方式进行 但被警方拒绝 仁川警局先是借口称律师没有申请非公开传唤 律师多次申请后又表示难以执行 仁川警局人士称此举是为李善军着想 因为部分记者要求公开传唤 如果李善军以非公开方式出席 被拍到好像偷偷进去一样 反而会对他造成负面影响 有评论认为这一做法以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 韩国警察听对于侦查资讯公开与否有明确的指导原则 包括不准拍摄出席警局等调查过程 不准公开调查内容以防止侵害相关人士的名誉和私生活等人权 韩国法务部队刑事案件的资讯公开规定中也有写明 为保住相关人士隐私禁止设置拍照区 法庭传唤嫌疑人被告人实均不得向媒体曝光 之前的调查中某生色场所女士常称李善军曾拜托他找来K他命进行尝试 称他是明知故犯 但李善军23日接受调查时反驳 称当时一位女士尝给他的只是助眠药物 虽对于用吸管吸入鼻子方式感到异常 但鉴于是女士常熟悉医师开的药就没有多想 去世前一天26日 李善军还曾通过律师向警方申请使用测谎仪 以期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李善军律师向媒体透露对于再次出席警局感到负担 指出接下来包括测谎仪在内的全部调查印按照原则以非公开方式进行 仁川警局人士也表示非公开传唤确实是原则 称警方从未提前公开李善军传唤日程 然而李善军莫能等到下一次调查 27日上午被发现去世于自家车内 遗应不堪压力 选择轻生 目前未止通过尿液和毛发进行的所有检测结果均未阴性 韩国前任总统文在寅近日通过脸书发布文章 对演员表示哀悼 称死因是调查机关的调查形态和媒体的报道形态 指出应以此契机摆脱落后的调查和报道惯例 在犯罪嫌疑尚未确定前便公开嫌疑事实或曝光给媒体导致出现大量推测性报道 过度的让当诗人站上拍照驱对名誉和人格造成巨大伤害 逼迫做出极端选择 这种事应该结束了 28日下午1时30分左右 28岁的嫌疑人埃某出现在仁川市仁川地方法院 他因涉嫌恐吓被拘留前要接受审问 埃某穿着黑色羽绒服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头上戴了三层帽子 根本看不到脸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怀里抱住一名幼童 看上去仅有一岁左右 被他用西装裹住拥在怀中 小宝宝紧穿了袜子 还有一截小腿露在外面 当天的气温为零下一摄氏度至五摄氏度 抱住孩子现身法院的这一幕 引爆网友强烈的不满与愤怒 在扣上留言超600条 大家纷纷指责 明显就是拿孩子博同情 真有妈妈会在这磨冷的天气让孩子露腿 孩子的鞋子呢 看着魔人留言关心孩子 我只能说这女的手段成功了 法院是什么好地方吗 一定要带住孩子 是疯了还是反社会啊 不能把孩子放在家里吗 完全就是在作秀 李善军去警署时完全公开 还要被拍照 他倒是被保护得很好 根本看不见脸等等 不过A某的这场秀最终未能达到目的 被法院认定有逃走或毁灭证据的可能而被拘留 A某的原定审问日未26日 但他并未出席且逃跑了 最后在釜山被警察抓捕 据《国民日报》28日报道称 A某曾通过同好会app周旋于多名男性之间 并谎称怀孕了 做手术药前 生孩子需要住院治疗等 向至少5名男性敲诈钱财 少则数百万 多则数千万 其中一名男性对A某产生怀疑 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孩子并非他亲生 目前该男子决定起诉A某 此前 李善军被A某和风月场所女士长持续勒索 敲诈金额高达3.5亿 他为此而报警 李善军出生于1975年3月2日 2001年出演NBC每周情境喜剧《恋人们》正式出道 主演过《寄生虫》《我的大叔》等若干经典影视剧 最近几年 他凭借扎实的演技 跻身韩国一线明星行列 有知情人透露 李善军对于未经证实的指控 和网上铺天盖地的指责感觉不公 和李善军来往密切的朋友说 李善军牵涉到不光彩的事情后 因为一些网络内容或主张 连他的家人也一起指责 所以很辛苦 另外 家人受苦比什么都痛苦 据悉 李善军的骨灰将于12月29日午夜落葬 埋葬地点为全罗北道福安郡公务区 而和他在《寄生上流》中合作 饰演他老婆的女星曹汝珍 今 一 凌晨也首度发生悼念 曹汝珍在《寄生上流》 中饰演李善军的父太太 个性天真浪漫 以夫为天 两人默契十足 朝夕相处也累积深厚交情 他在IG写下 不会忘记曾经在一起的荣耀 永远不会忘记大家当时笑得开心 新的一年会好好努力 希望成为像哥哥一样善良的演员 曹汝珍16岁以模特而出道 招牌甜美笑容深知人心 后来在古装片《情欲对决》终以托成名 拿奖无数 2019年在《寄生上流》 饰演个性天真的父太太 以该角夺下韩国春史大奖 青龙奖双影后 并因此扬名国际 而李善军的现实 妻子田惠震 结婚至今育有两子 目前就读国中于小学 这两个孩子给了田惠震勇敢的力量 据李正浩所言 田惠震因为两个孩子而重新振作 因为网络的关系 孩子也受到了冲击 身为母亲的田惠震认为 自己不应该崩溃 而是要成为两个孩子的靠山 听来让人十分心酸 而据韩国媒体报道 大儿子目前在美国留学 在李善军设为竞品案发生后 他也提前将小儿子送出国外 以免孩子的身心受到巨大影响 比起李善军新闻 不少田惠震的支持住 更关心田惠震的事业 是否会受到李善军的迁累 但所幸于乐圈 都把田惠震视为演员的个体 李善军的所作所为 不应该让田惠震也受到影响 大众也支持田惠震 不应该成为双重受害者 希望他能安稳地度过这个难关 持续为观众带来好作品 其实在李善军人设崩塌之前 他一直都是韩国演艺圈的好男人 好丈夫 好爸爸代表 这几日 丑文评初识在让人震惊 原来这一切的美好 都是营造给外界看的 有网友翻出了早前 Healing Camp中公开的 李善军和田惠震的爱情故事 看得人唏嘘不已 李善军透露自己 在未出名时看了电影 杀人故事 后深深迷恋上了田惠震 他不仅看了对方参演的所有电影 甚至追随住他的演出 可以说是一个热血的粉丝 当时的李善军只是一个无名演员 所以对田惠震 只能以一个粉丝的身份暗恋住 之后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李善军的好友朋友 进入了田惠震正在演出的剧团 他恳求朋友请帮我见他一面 朋友听从了他的请求 最终李善军陷到了心中的女神 可惜那一次的见面只有15分钟 李善军突然接到工作电话 不得不离开 他意识到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可能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于是他大胆恳求他留下联系方式 在李善军积极的追求下 田惠震也敞开了心扉 2009年5月 李善军和田惠震举行了婚礼 并在同年11月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 2011年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